這一位蓮花阿嬤 她實在是很無法逃走 她還是一步一步 走一步 進一步 做一試 四川的那一位阿嬤 八十六歲 人已經彎彎了 她還是要做 這就是她人生 真正的這麼多歲還可以利益人生 她覺得生命有價值 看這就是 我們要換在生命有價值 是大地的貴人 看到這兩個老人都八十五歲了 真的是時間要把握 生命要利用 要不然的話 空過也空過啊 培養出來很自然的行動 就是利益人群 該做的平常事做就對了 這就是最健康的心更利 馬來西亞吉隆普 謝謝大家